中国国安机构大动作突袭咨询行业龙头企业 凯盛荣因信息科技公司 相关专家对咨询公司开出的丰厚报酬所吸引 在涉外咨询中泄露内部敏感内容 甚至是国家秘密和情报 中国近来大力执行反间谍法 总部设在上海和纽约的凯盛荣因咨询公司 被点名透过各种专家咨询 窃取机密情报 沦为境外情报机构帮凶 2017年到2020年 凯盛荣因就接受上百家境外公司 汇款2000多次 金额高达7000多万美元 不只凯盛荣因被开刀 全球三大管理顾问公司之一的贝恩咨询 以及纽约禁职调查公司美斯明志 都已经被中国盯上 华尔街日报披露这场打压外企的行动 揭示习近平重视国安高于经济成长 为了清除疑虑 命令国安部长陈一新负责此事 却让外资不寒而栗 已经有不少美国公司放缓扩张中国步伐 当外商对中国兴趣缺缺 也会让中国经济进一步遭受打击 两败俱伤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导